臺美貿易博士 我跟弗娜博士上次見面 是在今年六月 我們一起見證美國在臺協會新管的落塵 開啟了臺美關係的新一頁 我也很欣慰看到 在這個里程碑之後 臺美的夥伴關係不斷穩健前進 在上個月 美國國務院再次批准了對臺的軍售 最近美國彭斯副總統在演講的時候 也表達美國肯定臺灣的民主成就 支持臺灣的國際空間 以及對區域安全情勢的關注 這些都展現出臺美關係的友好 以及雙方的共同合作來捍衛民主 維持印太區域的和平和穩定 另外 臺灣跟美國的經貿關係也持續在加深 例如臺灣的中油將從美國採購250億美元的 液化天然氣 臺塑石化將在路易斯安那州投資94億美元 興建石化園區 鴻海也在威斯康辛州投資100億美元 設立液晶顯示器的面板廠 另外 上個月 我們農訪團也到美國簽署採購意象書 這些具體的行動都證明了 臺灣不但是美國最堅實的民主盟友 也是最可靠的貿易夥伴 臺美的夥伴關係能夠不斷深化 我們要感謝許多堅守民主價值的 國際友人的協助 尤其是佛納博士多年來支持臺灣 您所成立的傳統基金會在推動民主 促進世界和平上都做出了很多貢獻 面對未來的挑戰 我相信佛納博士會繼續給民主臺灣最大的支持 讓我們的下一代可以邁向您當初創立基金會所打造的願景 也就是一個自由繁榮民主的事件